那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這個分享的這個題目呢 是這個泌尿科常見的用藥 我想在現場有人是第一次看泌尿科的嗎 應該很少嘛 應該大家都多多少少都看好幾次以上 所以每次從這個門診回家的時候都拿了一袋一袋的藥 所以你們真的了解這些藥到底在吃什麼的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我們泌尿科比較常見 常開的藥 所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藥袋 自己的藥定 看是不是這些藥 那你是不是有這些症狀正在服用這些藥 所以我們今天會探討三個東西比較常見的這個疾病 我們用藥物來去做治療的 第一個是尿路感染 再來是下尿路的症狀 再來就是尿路結石的問題 所以尿路感染其實蠻常見的 所以因為每個人的這個上廁所的習慣不同 甚至於你的工作環境的關係 有的人非常喜歡的憋尿 所以有的時候一整天才去廁所一次 甚至兩次 甚至有時候連喝水都這個斤斤計較 所以就是喝水的量都是非常的少 所以這樣子往往就會造成了我們這個尿路感染的這些問題 當然還有因為每個人的身體構造不一樣 男生跟女生當然在我們先天上面的這個構造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女生呢又比男生比較容易會有一些泌尿道感染 因為女生他有懷孕啊經過更年期啊這些荷爾蒙的變化 這些都有可能會造成是這個泌尿道感染的一個危險的一個因子 所以呢如果你的泌尿道感染呢有同時合併其他 比如說高血壓啦糖尿病啊這些慢性疾病 這時候你的這個泌尿道感染可能就會越來越嚴重了 那感染的時候呢尿液的時候會變得比較混濁 甚至有可能會有血尿的這個狀況 所以就像是這個人一樣 尿涼的時候好像在這個好像起火了一樣 尿涼的時候就覺得非常不舒服 那這個就是你要特別小心的是不是有泌尿道感染的一個問題 好所以我們比較常用的泌尿 針對治療泌尿道系統感染的這些藥呢 有第一個是我們的這一種藥物 它叫做優如零露必靜 那它的名字很長啊不過原則上它就是可以舒緩排尿時一些不適的感覺 譬如說一些灼熱感啊疼痛的這些感覺 但是呢在服藥的期間呢你的尿液會呈現橘黃色的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吃藥回去尿尿都比較橘黃色 不要擔心那這就是一個正常的這些藥物的反應 那再來就是因為它是橘黃色 所以如果你穿比較淺色的這個衣褲 有可能就會沾到 所以可能要特別小心一點點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有些頭暈啊 頭痛消化不良皮膚癢的一些症狀 那再來就是最主要的抗生素 是我們最常見的這些治療藥物 所以通常如果你有泌尿道的感染 我們醫生通常都會開一個禮拜的一個這個抗生素 那這些抗生素呢比較常見的包括了這個包頭菌素 還有黃鞍類的或者是潰挪酮類的這些藥物等等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你認識的藥或是你之前有拿過這些藥 有這種立腹膠囊 有這種鋪菌特 杏諾隆 妙菌樂耳 這些都是治療我們泌尿道感染的用藥 那藥物當然都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缺點嘛對不對 它的好處是可以幫忙我們讓這個泌尿道感染的狀況 盡早的這個結束 但是通常這些藥物伴隨著就是有一些副作用的一個部分 有些人吃的藥會有一些腹瀉啦 頭暈啦 或者是覺得噁心呕吐的這些狀況 那甚至有些藥呢你不能跟這個有牛奶的東西一起合併使用 所以當你拿到這些藥物一定一定一定要在這個藥單上面 藥的這個外包裝上面先看一下是不是有些東西要特別注意的 或者是你有吃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藥 會不會跟這個藥物做一個衝突 那這些都需要在當下就要問一下 問清楚泌尿科醫師 以免說真的有些副作用跑出來 這樣會造成那些不舒服的這些感覺 好 那所以呢抗生素一定要按時吃 而且一定要吃完 千萬不要說你吃了兩三天以後覺得症狀比較好 就說我好了就不吃了 因為往往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細菌就會造成了我們所謂的抗藥性了 所以你要下次要用這些藥物來去消滅它們的時候 就比較困難了 好 那接下來呢比較常見的就叫做下尿路的症狀 還有它的用藥 所以下尿路的症狀呢就包括了這些平尿 急尿 夜尿啦 尿路系啊或者是用力小便 或者是你尿尿的時候會滴滴答答的 我想在座可能都有這些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這些藥物你有沒有在服用 那可能會造成這些症狀的主要原因呢 主要還是因為男性的攝護腺肥大啦 或者是有一些膀胱過動感染結石等等 或者是神經性膀胱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治療這個攝護腺肥大的藥物 普遍的來講有兩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不是有用這些藥物呢 所以我們會根據藥物的這個種類的不同 我們可以分為針對在這個攝護腺的部分 或者是有這個受體是在這個血管上面 甚至有些人是在膀胱 還有這個鼻道的這些問題 所以根據這些藥物的這些選擇性的不同 它的可能副作用無力 頭暈 時事性低血壓 鼻子不適 或者是逆行性的射精 所以我們來看看你們有沒有在吃這些藥呢 第一個是替你紓壓 那最主要這些藥物全部都是用來可以治療 攝護腺排尿的這些問題 所以它的常見副作用有頭暈 無力 時事性低血壓 再來比較常見的就是可訓 那它的這個副作用也包括了頭暈 無力 甚至有水腫的情形 再來就是這個暢力靜低 那它是可能會造成這個鼻子的不適 頭暈 無力 再來就是這個優劣服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這個排尿的藥物 有可能會造成逆行性射精的這個副作用 好 那再來呢 比較常見的大家可能有看過這個 叫做試尿通 或者是這個叫多試打 那原則上它就是抑制這個搞不同的分化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攝護腺可以縮小 可以幫忙你減少你的尿液滯流的這個可能性 但是它有一些這個副作用也包括了這個 它的這個耗時可能要這個六個月到十二個月才能改善 那它可能會降低男性的心慾 甚至一些國企功能上面的這些障礙 好 那再來就是膀胱過動的這些藥物了 所以膀胱過動呢 它就特別敏感 或者是會造成異常收縮 所以有些人會一直去跑廁所 不自主的 有的時候一下就漏尿了 這個有時候其實蠻嚴重的 因為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品質還有社交活動 當你想要出圓門的時候 一直上廁所總是覺得不安心嘛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因為這個關係沒有辦法出圓門 但是現在都很多種藥物可以來去做治療了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看看你們是不是有正在服用這些藥物 那我們治療的這個目標以改善生活品質為主 所以減少你的尿濕劑 還有減少你跑廁所的機率 那比較常見的呢 就叫抗乙心膽血的藥物 那它的效果是會減少我們這個品尿的這些次數 但是它有一些副作用 包括嘴乾 視力 模糊 便祕等等的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看你們有沒有在吃這些藥呢 第一個叫做德舒妥 它是一個藍色的膠囊 再來就是歐舒緩 是一個黃色的定劑的一個部分 再來就是胃喜抗 那這些都是蠻常見 我們用於這個膀胱過動的時候需要用到的一些藥物 好 那再來一個比較新的 可能大家也有在目前有在服用的叫做貝坦力 那它是針對這個選擇性的這個dita3的腎上腺素的一個促進劑 所以它也可以解決我們這個急尿 貧尿 還有這個急破心尿失禁的狀況 那它比較不會有這個口肝便祕的這些症狀 但是它可能就會造成一些比較輕微的高血壓啦 頭痛啦 泌尿到感染的 鼻炎炎的一些狀況 好 那最後我們來談談這個尿露結石 我想尿露結石也是非常常見的 那男生通常比較多 那在五年的這個復發機率為50% 可以根據氣候 飲食 水分 還有職業 還有地理環境 大家都知道我們住在花蓮嘛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好山好水 但是這個好水有時候喝太多 有可能會影響大家可能會有這個結石的這個產生 甚至有時候基因也有可能辦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比較常見的這個使用在這個結石的這個疼痛上面的這個控管的這些藥物 所以有一個叫做尿道解晶劑 它就是我們的這個放鬆的這一個藥劑 它可以跟使用這個止痛劑的時候呢 可以達到這個解除疼痛的效果 那比較常見的藥物就是 我們比較常見的這些止痛藥啦等等 但是如果真的痛起來 受不了的話 那我們去跑到急診的話 那通常在急診呢 我們可能就要使用一些針劑型的 譬如說 馬啡類的藥物啦 甚至一些這些 我們所謂的一些這個管制藥品 但是就是要小心 因為這些管制藥品用久以後 有些人可能會造成疑慮性 但是如果在短期間內呢 我們可以舒緩我們的疼痛的這個效果呢 其實這一些的藥物其實也是有它的好處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很簡短的介紹 我們這個泌尿科常見 或者是大家正在吃的這些藥物 還有它的效果跟它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有任何的副作用產生 一定記得要跟你們的泌尿科醫師說明 好嗎 謝謝各位 謝謝